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没有来 然后现在又传出来消息说 原本大陆方面讲说班级还有空位 所以说我们要再塞30个人上来 那台湾这边就说不行 我们这边有我们的这个检疫的标准等等之类的 所以好不容易终于让台湾的朋友回家了 他们滞留在武汉30多天快40多天 就非常的辛苦的一段的这个封城 可是呢现在出现了这些的零零星星的状况 在双方呢好不容易都各退一步的状况之下 又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个波折 这会不会阻碍了接下来的朋友 滞留在湖北的这个朋友回家的路呢 现在就不知道 我们原先呢根据政府方面的统计 是有1690名滞留在武汉的朋友 然后呢扣掉原定要再回的407人 是还有1283人 但现在因为两班华航跟东航呢 再回来的也只有361位 所以1690 他那个不知道那个数字 反正可能有些尾数啦或什么之类的 减掉这个361位 就还有一千两百二十九三十位左右等等啊 那如果说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 即便双方现在有一些在执行上面细节的 还是在互相那边指责来指责去啊 但如果说这些的支伪末节不影响后续的 继续的接台湾的民众回家的话 一千两百二三十人啊 这样子的人数 因为要一架东航一架 一架东航一架华航一架东航一架华航嘛 一定要对等好 才能够彰显 一定要各派一架才能够彰显对等的情况之下 好假设一个班机呢 就是在两百个人左右的话 也要有六也要有六班的班机才能够再回来啊 嗯在最后的这个关头的时候呢 这个延迟了这么久哎终于能够回来了 我想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啊 还是因为呢武汉呢真的是应该是快解封了啊 特别是习近平昨天又去了之后啊 嗯当这个包机终于成情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我觉得武汉快解封了 政府呢免得搞得自己的满头包啊 就是你到时候呢 那边解封了他就可以自由行 他就可以自由出入了 自由出入的时候 嗯他理论上来讲 他当然可以回来 可是我们先前采取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这一千六百九十名的滞留在湖北的台湾的民众呢 嗯就好像是列成黑名单了啊 这个发给了就民航局发给了航空公司 就拒绝载他们回来 就除非你们采取横滨模式的包机 那当武汉有可能很快就要解封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政府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 一定要派我们自己的飞机去 我们的检疫人员用横滨模式包机回来的话 啊否则他们就不行 而且他们这个被注记的啊 呃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总指挥官 陈时中的讲法也是啊 他们都已经被注记了 所以呢他们在其他的地方 他们也要采用这种班机的模式 或是类班机的这个模式 就是像在那个钻石公主号的那位呢 呃在日本的时候确诊 后来他没事了啊没事了 然后他就是搭一般的一般的这个飞机回来 只是让他呃跟其他的这个旅客 采取了一个相对的就比较隔离的这个措施 就所谓的这种类包机那根本就不是包机 那就是班机嘛啊就类似像这种方式回来的话 否则不准就反正你们不准就是自由的搭乘其他的这个班机 这样子自由的回到国内来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扯了哈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 呃所以双方都各让一步了啊 那大陆方面一直坚持呃不让华航去呃在这种人道上面 在呃各种离啊也是说不过去啊 所以大陆方面呢后来也是让步了 才能够促成华航跟东航各派各派一架的飞机呢 班机呢包机去把他们给载回来 把朋友给载回来 那接下来怎么办哈 接下来是是是怎么样呢 是还要再派六班机能不能够成型啊 能不能够加快速度 现在就不知道了啊 呃无论如何 这一次的呃这样子能够成事呃 呃对于所有的台湾的民众来讲 滞留在湖北台湾民众来讲 呃总算是一个迟来的啊 迟来的迟来的一个安慰吧啊 呃否则很多人都已经要开学了 还有这个呃高中生 他四月他就要面对大学这个真事了 还有还有我看到有这个呃 有这个朋友他是呃在接受癌症的化疗啊 化疗还是放疗啊 他要回来接受继续的后续的治疗 这些都会都会成为大问题的啊 呃武汉在经历了在经历了习近平去之后啊 他什么时候可以解封啊 然后湖北省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解封 他现在的关键点呢 就在于疫情的防范上面啊 我们从这个习近平谈话里面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现在就是在一个关键的一个时节点啊 越是在面临到疫情可能走向拐点的时候 越要小心谨慎 特别呢是现在呃国外啊 意大利啊伊朗啊这么多的国家的病例呢 越来越多美国也是啊 病例越来越多的情形之下 呃他们现在要防这个境外移入了啊 所以如何的在复工 然后内防就是要外防这个境外防入侵了 内防扩散了啊 而且在这个复工的有序的这个步骤之下 避免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现在就是一个很很关键的一个时节点啊 然后在呃股市的这个部分呢 今天的雅股到目前为止呈现出来的 呈现出来的是是不太好啊 除了除了马来西亚 我刚看我现在看啊 除了马来西亚的综合指数 是小涨了1.41个百分点啊 涨了20点之外 呃日经跌了1.72 南韩也跌了1.33 呃我们的台股呢 现在也是小跌了6.93啊 主要就是因为呢 川普呢虽然公布了一些刺激的这个措施 但是呢却缺乏这个细节啊 所以雅股呢就表现出一种失望的一个失望的一个态势啊 然后在所有的所有的不是太好的这个消息里面啊 嗯像沙奥地阿拉伯跟这个俄罗斯呢 大打这个油价啊 搞着这个油价的市场呢 非常的这个混乱啊 七上八下你这个去去打这个油价的这个市场 那个销价去竞争 这会使得这会使得其他的国家在应对疫情危机的时候 他所采取的现在所采取的这些的金融工具啊 或者是货币政策的工具啊 或者是说呃像他的刺激的措施呢 都会面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在这些不是很好消息之下 有一个有一件有一件有一个公司 有个企业呢 很不错啊 逆势突围啊 那就叫做华为啊 呃英国首相呢 约翰就张就约翰逊啊哈 Boris Johnson 他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啊 就是英国时间礼拜二的时候呢 他击退了反对的这个声浪 确保确保华为能够参与英国的5G 检设啊 这真的还还蛮不错的哈 呃因为呢 美国呢对于华为的压力呢 他们并没有因为疫情的这个升温呢 而烧停啊 呃在之前前一阵子的时候还传出来说 对不起我喝一口咖啡 因为我的喉咙有点点干 我真的很糟糕 我在就可能是因为季节变换的关系 所以我气管有一点痒痒的 对不起 然后呢 常常呢就会想咳嗽 那在这种时间呢 在这个在这个档口下面呢 咳嗽呢总是会烧致这个白眼 呃你还好吗 你这纯粹只是因为过敏咳嗽吗 好回到这个新闻 就美国呢前一阵子呢 还曾经呢传出来说 他要进一步的线缩 好进一步的线缩 就是呢你在含有啊 在卖给这个华为的器材里面 含有这个美国的呃美国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成分的值 要再压缩要再压缩 基本上呢简直就是简直就是要去 要去禁止所有这些美国的高科技的公司去卖器材给华为了啊 呃这个消息很不利 然后呢美国呢他也很进一步的啊 去取出一些他所谓的啊 具体的华为呢去当中国大陆的这个后门去窃取这个资讯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例证 所以给英国这些国家呢带来了极大的这个压力啊 在美国指控华为盗取西方机密之后呢 所以呢呃这个英国就面临的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这个考验啊 就是你是不是会被美国你假设继续坚持要用华为 是不是会被提出五眼联盟等等啊 哎没想到呢这个呃约翰逊呢是非常的强悍的啊 尽管呢呃即使是他的保守党内呢 都有人反对啊纳入这个呃5G呃纳入华为呃参与英国的5G系统啊 而且要求不是不能要求呢要透过国会的表决来做决定 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内阁会议里面呢 经过唇枪舌战来来来去决定这件事情啊 哎结果投票的结果哈 是呃约翰逊所主张让华为参与的 最后呢是以24票之差赢得了表决啊 呃然后呢反对的啊反对的议员是说他们会继续努力 他会在推特上面呢把这次的投票描述为首个强悟力的立场展示啊 他们希望呢修改电信基础设施法案确保英国的安全专家认认定高风险供应商的企业 比如说像华为在2022年底前被彻底的排除在电信网路之外啊 但是这次呢约翰逊赢了华为赢了啊 嗯英国政府的态度是说我们也不希望哈 有这些所谓的高风险供应商参与网路建设 但是在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三家主导的市场之中 部分的网路运营商还是要依赖华为的啊 所以就是技术 现在就是技术讲话了啊 呃华为的副总裁张建刚说 英国政府的决定呢让该公司呢感到很放心 这个决定呢会带来更先进更安全 而且更节省成本的电信基础设施啊 呃虽然呢呃就是英国采取了这样子的很明确的一个手段 等于等于也就是跟呃中呃跟美国说不啊 那美国呢态度呢即便是如此的这个强硬 但他还是在哎我看到好像是昨天吧 昨天的时候呢他也宣布了延长啊 对华为的这些的销售的禁令呢 再次展延到五月多啊 所以呃在 现在呢美国呢 其实就是发起了在围堵中国的态势的状态之下啊 华为呢一直被当作是一种指标性的这个企业 呃美国呢就是想要把它踢出 踢出这个市场 踢出这个5G的市场 让这个美国呢在这个5G的这个部分呢 能够呢提起直追啊 呃嗯 因为对未来的这个事件来讲 就说呃得5G得天下嘛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华为的这个技术 华为他在市场上面的这个布局 呃他廉价便宜 而且他有技术啊 的这个两个两项 这是绝对的这个条件 使得他在这些国家 特别像是在英国这些国家 在考量到自己国家利益的状态之下啊 还是做了跟美国说不的抉择啊 这些国家利益的状态之下 对那些国家利益的状态之下